今天是三二九青年節 教育部長潘文中 面對我們亞太師生將近一年的陳情抗議 到底做了什麼 三月三十一號 你給了學校這個 或是給董事會那個期限 當然就兩天我在等他 過於一間學校的董事會 長年已經超過一兩年 長年的違反捐助章程跟私校法令 這麼長久的時間 我們不曉得為什麼教育部 這麼的厚愛私校的董事會 學生說要拯救這麼多學生 都已經被迫轉學休學 你們居然還說 限期改善一次要給他們機會 兩次要給他們機會 三次要給他們機會 有多少學生都已經轉學 有多少學生已經休學 今年要未來 今年要未來 亞太要接管 亞太要接管 由宜盛保全公司 如同初音集團一般入主學校後 完全不正辦學 甚至惡意把科系全數停招 惡意把學生強制轉學 對老師積欠心 對於校場屢屢蟻雞魚 把老師的校長領選代表做掉 把學校裡面種種的亂象 繼續維持 這樣子一種不正辦學的董事會 我們要求他應該 主管機關不可以再放任不管 如果學校正常運作的情況下 代表說老師會在 學生也會在 那我們也不會被迫轉學 難道說轉學是我們意願的嗎 絕對不是 信一停掉 不會有資源 就代表說老師開始減少 我們也沒有專業老師可以教我們上課 就代表著說 我們學分數不足 可能導致無法畢業 到今天還是那麼多人會到現場 就代表說 教育部給的承諾都沒有做到 在105年的時候 遺聖集團部主的亞太 原本我們抱著期望的心情 歡迎他的到來 但是 事隔一年八個月 首先他廢掉了我們 19個系科停招 支持我們的同學 被迫 轉學 休學 退學 有跟部裡面做三方的會談 談的內容是什麼 把基建老師的薪水償還 沒有錯 在年前 年後 他把部分的薪水還給了沒有簽下 借條的 老師 但是 這只是部分 我們還有 簽下三折的老師 部裡面要求 要協商 到現在 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 並沒有任何的一個協商機制出來 我們統計的結果 大概有39位老師欠了1000萬的薪水 我們的董事會進入 亞太校園之後 利用種種的明目 把一些 需要包的一些工程 把要採購的一些東西 跟他的指洽的公司 做一個掛工 比如說 千香保全公司 品聖集團 等等的問題 但是呢 我們的董事會 卻遲遲不肯針對這些問題 跟部裡面解釋清楚 我任教的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有 四百多個學生 還有一年在畢業的 有三個班 還有這三個班 全部轉學 為什麼 趕快把學校進空 進空學校之後 沒有錯 就要財產信託了 那根本是騙人的 沒有用的 使用前 仍然在他的手裡 他要怎麼用 就怎麼用 所以 我們很擔心 教育部又跟 以聖保全在唱雙簧 在三月十六號 我們也發了最後一次的最後通告 要求學校在董事會 在三月之前 就去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把學校 要依照這個 教室待遇條例 你一定要跟老師做協商才能解釋 你沒有協商就解釋的部分 全部要回覆給老師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事情 要把校場做全部的信託 是在三月底之前 一定要完成這兩件事情 如果沒有完成 教育部就會依照私校法 二十五條 我們就開始走這個 向法院申請解散 董事會的程序 所以目前是這個狀況 大家會覺得說 明明私下把四十九條 就有規定 你學校你要處理校場 一定要交一部同意 那你信託在哪裡 可是我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你知道 我知道 學校校場要四十九條 以上四十九條 要交一部同意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董事會 假設他是一個秃鷹 他有沒有可能 就偷偷地跑去 跟一個不知情的民眾 或是一個不知情的人說 我來把這個土地賣給你 因為所有權能是我 我是董事會 我來賣給你 簽了合約 拿了定金 等到過戶的時候 不能過戶 那之後產生的問題 不是更多嗎 那如果信託 他是把所有權能的名字 就更改給 他去信託的那個銀行 假設 他跟這個台灣銀行 好了 所有權能 這邊的台灣銀行 所以校方 董事會 即便他想要對這個校場做 任何一點點的寄予 都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是 我們覺得說 在作為防止這個校場 被這個 不管是說被偷偷地賣掉 或者拿去做一些不當的勾搭 信託是一個必要的手段 你們後來也發文給學校有會議紀錄為證的 要求3月底前要做的事情 是什麼 不但是償還老師105的欠薪 對於106年 老師紛紛表達是被強迫簽約 現在減輕的狀況 要求要重新協商 請問狀況你知不知道 學校有沒有協商 第一個應該要做的是 105沒有協商就把它減輕 這個是很確定的 要是 106有沒有協商 106有12位老師沒有協商 對 3月底還有兩天嘛 好 OK 學校說3月底還有兩天喔 有沒有協商 沒有 沒有 有沒有協商 沒有 還有第二個 你們要求的 學生被強制轉學 權益受損 要提出補償方案 有沒有提出 沒有 有沒有提出 沒有 還有 最重要的 我們不斷的抗議 要的就是讓亞太既有的師生 仍然能夠安心念書 仍然能夠安心畢業 最基本的責任 學校有沒有做到 沒有 學校有沒有讓你安心可以念書 沒有 你們說 法校產信託 說開罰 說停招 只要做了這些事情 你就不用申請接管 你讓學校裡面 師生繼續受害 你視而不見 你信託校產 只能繼續受害啊 比如說 假設我要求他 你三月底之前 你要改善你的教學領域 但是 那個沒有辦法說很具體的 去給他下一個指令 那 以這個補欣 補欣欣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信託 這兩件事情是很具體 而且學校 懂事為你願意做 只要你願意做 你就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 我們當時是下這兩個條件 2月8號 來跟教育部開會的時候 學生的受教權 加入什麼問題 那個時候就已經跟教育部 說得清清楚楚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你們居然跟我說 這一個多月 你們沒有辦法告訴學校 有任何可以具體 改善學生受教權的具體作為 我們要這樣的教育部做什麼 我們在3月8號 他有到學校做了第一次的查核 那要求他一個禮拜內要改善 剛剛我想各位剛剛談到的 不管說專業課程沒有開除 定班上課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 比如說時期的這個教室 這個他不開 這些部分在我們查核都是屬實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要求學校 學校要限期改善 改善了嗎 應該說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對 那前天沒有完全的改善 沒有完全的改善 但是我要講 我要講的是說 私校法25條講的是董事會 那學校的不管說是開課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病班上課 這個是學校的部分 針對所有這些教職員生提出來的問題 在3月31號之前 如果沒有改善 你們要不要申請解散 我想接 補足教師勸心的這部分 這個不是我們跟他泡澡的吧 這也是2月8號的時候老師所提出來的 我想這個對於 老師說我們一路已經提了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政治都已經解出來了 但是你們就是給董事會 一定一直的限期改善 如果現在還在限期改善 我估計你要給他限期改善到7月底嗎 這個學期如果結束就醉了 這什麼意思 現在是什麼意思 現在是要離開嗎 新年前耶 你還開什麼 你我們禮聖 教育部不管 教育部不管 不應是校長 我也是校長 教育部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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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不見 我們終於沒關係 你們適合不見 台灣人民不會適合不見